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4月23号星期日 关于去美元化 今天小伙伴给我发来了一个文章 文章你说什么 去美元化可能对中国造成巨大的伤害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现在很多 当然中国人就咬牙切实 说要去美元化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这个事 总是会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 我们今天从不好的一面来看看 就是说有可能会给中国难哪些问题 我想这个肯定是存在的 你不可能这个事带来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是吧 我来看坏处是什么 他首先 他这个文章倒也不是说不应该去美元化 他的主要目的是说 中国不应该在去美元化的问题上扮演领头羊 就是说不要挑头 不要冲下最前面 默默的跟着走 跟着世界潮流走 大家反正都要去美元化 对不对 我们也跟着走 但是我们不挑头 不称王 不止什么深挖洞 深挖洞 广积良 不称王 就这么个意思 当然先说 对中国有可能到哪些伤害 首先 他说美元独大的基本格级 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即美元地位 衰落 会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 可能 以一个世纪 来计量 有可能要100年 才能完全消退 之前 华尔街时报 还是纽约时报 不也说了 就是说美元消退 但是这样的 就即使这个国家 已经不再是称王称霸了 就包括像当年西班牙 英国 曾经有一阵比较牛 他们的货币 也是隔了几十年 甚至一个世纪 还在使用 对不对 所以就即使美国 就是说失去了王位 他货币 当然还是认的 你不可能 短期内就完全让大家不认 这不可能 第二 就是说美元地位 事关美国国本 美国会不惜一切 来保护美国地位 美元是美国生产制造 并向全世界输出的 最重要的产品 也是美国 驾驭全球经济体系 经营市场的核心工具 美元地位出现衰落 实际上就是美国国家地位衰落了 美国为了保护 这个就是说 你们中国不经常说 说台湾问题 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对不对 中国不容退让 那么告诉你 美元的地位 美元的霸主地位 就是美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美国也是不容撼动 绝不退让 一步不退 所以美国必然与举国之力 来维持美元地位 从历史上来看 为了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 美国毫不犹豫就发动战争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做的太过分了 挑战太多的话 你就准备打仗 你如果没有准备好 就跟美国打仗 还有你打得过 打不过美国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先放一半 其他那些国家 你沙特 巴西 你都是胡搞 是不是 你作死 对不对 所以我也就说 我说尤其沙特 现在尤其沙特 这王储上山下跳了 要去去美元化 在中东地区 曾经那几个 想要去美元化了 想要结束石油美元 绑定的 基本上都是 不得好死 在历史上 从来就没有人 就是说得到一个好下场 这个也是事实 反正历史上 我们经常说 以史为尽 可知 这个星陛 对不对 你一观察一下历史 你就知道了 这里边有一个历史的必然性 就是说 你要做好一定的计划 这可能最后 是一个物理消灭的问题 这可能不是一个金融领域 能解决的问题 第三 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 极为密切 中美经济构建了 规模巨大 彼此互补 难以分割的市场化关系 如同两艘 有数天桥经济纽带 捆绑在一起的航空母舰 两国关系 不可能真正脱钩 2022年 中美两国的贸易规模 达到了7000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顺差3000亿 中国经济的稳定 在相当程度上 与美元是紧密相关的 中国如果轻率的去美元化 也会伤害到自己的经济基础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是肯定的 中国完全的去美元化 对中国伤害 中美脱钩的话 对中方都有伤害 但是这点来讲 我要说一点 就是在这儿了 就是说 你如果光说 就是说好像中国 如果去美元化 会伤害自己的话 我觉得就比较 单方面考虑问题了 中国去美元化的话 中国会受到伤害 美国不会受到伤害吗 你懂我意思吗 中国现在有 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有几千亿的美债 如果中国从现在开始 每个月卖5%的美债 然后美国也买5%的美债 然后美国也把自己手里 有的美元 5%的美元 不光是美债卖的美元 连外汇储备的美元 都往外扔 就是去美元化的话 如果这么做 当然这个里边 中国会受到巨大伤害 美国没伤害吗 我怎么觉得 这是个两外巨伤的东西呢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不能光看着 这个说 对对 这个反正就是说 这说不好 到底是上迪一千 自损八百 还是上迪八百 自损一千 这个事不好说 但是就是说 中国肯定是头疼 美国不头疼吗 对不对 美国不一样头疼吗 对吧 然后第四啊 中国去美元化 减少与其他国家进行非美元交易时的市场风险 说呢 当前愿与中国进行本币结算的国家 什么俄罗斯啊 巴西啊 中东啊 就是沙特这些国家 综合经济实力都弱于中国 而且呢 其国内经济的波动的方法比较大 如果进行双边的本币结算的话 人民币是强势货币 其他货币呢 属于弱势货币 当中国持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弱势货币的时候 除非这些国家有足够的实物资产 如能源矿产大宗农产品等 否则持有大量的非美元弱势货币呢 有潜在风险 这个呢 就是事实 这是什么呢 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跟俄罗斯交易 他用人民币 你用了一些卢布 对不对 你跟巴西的话 你用了一些巴西的这个货币 那这里边有个问题 就是说像 当然你看中国也很聪明 像中国跟什么沙特啊 跟俄罗斯啊 跟巴西啊 都是俄罗斯和沙特就属于有能源 巴西呢 是有农产品 有大豆 所以呢 他呢也是呢 就是说 万一呢 拿了你的钱呢 有问题的话呢 我还能买点东西 对不对 别什么都买不了 对吧 但是就即使这样呢 也要担心他的货币呢 严重贬值之后呢 买东西买的也不多了 你知道吗 这样会导致呢 你呢 这个有这个巨额的这个损失 呃 但是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呃 因为人民币是强势货币 他的货币是弱势货币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你就有更多的话语权 还有一点之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能不能 就是说 用人民币更多 用他的呢 更少 对吧 然后呢 如果你担心将来 他的货币贬值了 你买他东西 呃 会有问题 但是会说 你看你拿了大量的这个卢布 到时候他这个石油 他天生石油涨价了 卢布贬值了 你怎么办 你要明白 就是说 只要他拿的人民币 比我拿到卢布多 我就不怕他 对不对 你最后你不就说 我手里的卢布都变成纸了吗 都变成纸了吗 你就说卢布 你那卢布都变成纸了 或者我发行新版本卢布 你的卢布我都不认得 那没关系 你手里的人民币 我也不认得 大家不就两清了吗 反正你手里拿的人民币 比我拿卢布多 不就行了吗 最后我不吃亏 我就得了吗 对吧 那最后你手里 还拿了一堆人民币呢 我手里拿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反正到时候 你只要控制的 就是说 只要他的人民币 比你的这个东西多 你最后呢 反正就是 最起码就是不吃亏 就这意思啊 那第五 随着去美元化趋势的发展 国际市场上将会形成的 规模不一的 非美元结算的经济体 这将会削弱的美元的地位 不过美国的绝对不会做事 类似的这种趋势持续 那么刚刚呢 第二个里面呢 说到美国有可能发生战争 那这个呢 这个第五个里面 就提到 如果美国不发生战争的话 你认为发生战争 你不好弄 对不对 比如说美国直接派兵 就过去 要抓这个 就杀进沙特 要抓这个萨勒曼 你不好弄 美国还有非战争的手段 什么是非战争的手段 就是说 一旦这些弱势经济体 发生了经济动荡 或者呢 国际金融市场的发生 就出现一些经济危机 经济衰退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时候 那这些松散的 临时性的非美元结算的经济体 将很容易受到美国的金融打击 以美国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力 想主动引发类似的动荡 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个都没有问题 美国可以就是说 你像以前 这个索罗斯 没事就出去 就是说阻击这个 他当时拍有一本书叫什么 叫追杀索罗斯 就是说这货 天天惹是生非 跑第三世界国家 对吧 仰仗美元的强势地位 动不动就去收割别人的财富 对不对 当时他还在香港搞过呢 后来当时香港 因为背后有中国支撑 他在香港吃了亏了 但他在其他地方 还是占的便宜的 对不对 这个索罗斯这么搞 完全是索罗斯个人 还是由美国政府在背后 就是说支持他 去收割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对吧 这都不好说 所以就是说 美国他有办法 就是直接 就是说你没有经济危机 我都能给你创造出经济危机来 对不对 那么你这些脆弱的 非美元结散的经济体 随时可能面临的 被美国的金融血洗 这个说的对 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有一点我要说 就假如这些国家 像这位作者说的 就是说他不去美的话 他说就拿着美元 他接着拿美元肉 接着依赖美国 依赖美元 那么当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 他不会被金融血洗吗 对不对 那美国通过控制美元的这一放一收 不随便就把它血洗了 而且美国以前用这种方式 血洗这种拉丁美洲国家 这种第三世界国家 少吗 是不是 就是说美国要不要金融打击你 要不要金融血洗你 这个跟你去不去美元有关系吗 对不对 你是火鸡 他是农场主 对不对 你养肥了 差不多他觉得可以吃了 那不就吃了吗 对不对 那跟养猪一样 对不对 我管你用不用美元呢 你用美元 今天你肥了 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该吃 我该杀了吃肉了 我也是杀了吃肉 你不用美元 明天我看你肥了 我觉得该杀了吃肉了 我也是杀了吃肉 所以呢 好像说 就是说你去美元化的话呢 那么美元就会 美国就会针对你 来金融血洗你 金融打击你 对不对 如果你只要用美元的话呢 美国就会保护你 这不胡扯吗 对不对 美国经常说 就是说美元是 my money you problem 对不对 你用美元 我觉得呢 你如果不用美元 你形成一个呢 就是金融屏障 我完全跟你美国没关系 你想金融血洗我呢 还不容易 我本币干脆不跟你美元交易 你怎么弄我 你懂我意思吗 我干脆我跟你没关系了 而且我不接受美元 我不用美元 我不使用美元 我买东西也不用美元 我卖东西也不用美元 我都用其他货币 你来血洗我 我给你 咱们之间 就好像你看 美国想要金融 血洗中国的时候 经常出问题 就是说因为中国 它是一个完全国家管制的 金融管制 你进的进不来 你就别想进来 我都不跟你玩 我一个都要防火墙 玩一百 对不对 所以你看索罗斯 有时候所谓的 要什么阻击人民币 我说不胡扯吗 不扯淡了吗 在那 作死呢 阻击人民币 你不可能 它不现实 你任何一个地方 阻击人民币都不现实 除非是美国政府出手 那力量够大 阻击人民币 对不对 那当然那还要配合到各种 这种制裁 封锁 一起搞 才有可能 对不对 你剩下一个金融体 你想去 这个 都不可能的 对不对 那对于其他国家 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如果 要避免被美国血洗 被美国在金融方面 占你便宜的话 你到底是拿着美元 更好 还是不拿美元更好呢 我觉得好像 你要是不拿美元的话 可能还 他最起码 他得费点劲 他得 他还隔到手了 对不对 他得换点 你要任何货币 才能进来到 你的金融领域来 跟你来折腾来了 对不对 你美元你不让进来 他进不来 对不对 你最起码 还有个金融防火墙 所以我个人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作者 可以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 我觉得是我是认同的 有一些 我觉得可能想的 就是说过于简单 还有 就是说 总是觉得 就是说 就是顺天者悲 逆天者亡 就是你说你听美国的 你用美元 虽然他也学习 你可能还不那么狠 对不对 你不听美国的 你不用美元 可能把你就跟他他妈娘 就吊死了 对不对 你可能就是说 你是要一个悲哀 还是要灭亡 那么就顺天者悲 顺应美国的 就很悲哀 积积缩缩的过日子 小心翼翼的过日子 假日以不做人 逆天者的那种亡 那你就灭亡 就跟萨拉姆一样 就是说你到底是要顺的 还是 你要悲哀的 还是要灭亡 我觉得他大体上 就这么意思 他就说反正灭亡就更惨 虽然你拿着美元 他有时候 他这边经济出问题了 他一放一抽之间 血洗你一些的 但是你还不是那么惨 对不对 我觉得他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基本上 我还可以认同 当然我也认为 就是说中国如果 就是说冲的比较靠前 然后玩命 去搞这去美元 对中国商量也比较大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这里边 我还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你想用美元 你就能用美元吗 他就有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这所有 有没有想过 就有的时候 我们想我们惹不起美国 我不敢去美元化 我要好好用美元 对不对 但是你是谁 对不对 你也配姓赵吗 美元是你说用就能用的吗 对不对 你是阿Q 你懂吗 你要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想用美元 他希望美国不要冻结 他的资产 但俄罗斯说了算吗 你想用美元 美国让你用美元吗 美国人赏 你要你是奴才 你懂吗 知道吗 皇上赏给你用美元 你才能配用美元 皇上不让你用美元 你就入不了美元了 你懂吗 就俄罗斯这次到什么程度 我据说小道的消息 说中国之间不再搞 外邀网来 说俄罗斯有访问团 来中国访问 到了中国之前 跟中国这边商量 商量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能让他们 就是说过来 就是说他要住那个酒店 住酒店 要跟中国政府商量 中央想办法 能够付费住酒店 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他要从俄罗斯 拿这个 去叫什么 拿这个现金过来 就跟中国要商量好 就是我要拿现金的话 我是拿人民币现金 我还是拿毒物的现金 因为被美国踢出了 SWIFT的集散系统 所以他出来之后 他这些系统中国这边 中国如果是Visa什么的 可能是不承认 因为中国的金融系统 有自己的防守墙 你懂不懂 那么如果他外边 中国不知道能不能进得来 所以再跟中国协商 就被制裁到这种地步 你懂吗 所以问题就在这 就是说 你想不冲在前头 你想接着入美元 你不想去美元化 但问题是 假如说台湾到独立了 你动手 到时候就是说 你跪在地上 你说求求你了 你别给我提出SWIFT 你别让我不用美元 你行吗 对不对 人家赏给你美元用 对吧 所以你最后 你还是 他问题就在这了 你懂吗 就说 你包括什么沙特也好 巴西也好 对不对 然后上什么 现在连 就是说 一带一路这些国家 也在去美元化 对不对 不都在说这事 你看欧洲 欧洲他也是 他尽量能用欧元就用欧元 能不用美元就不用美元 对不对 大家都在回避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 你懂吗 你有想过吗 有的时候 大家总是有一个问题 他有个问题 他觉得好像是说 你们这些人 你们不用美元 是你们自己主观的 是你们主动的 知道吗 是你们就不想用美元 你们这些人使坏 知道吗 但你们不应该这么做 你们这么做 对你有伤害 你这个角度就有问题 你要明白一点 就是说 这些人要放弃美元 这些国家要放弃美元 不是主动的 是被动的 是看见在俄罗斯 发生了这个事情 他发现美元是一种武器 是美国的一个武器 就今天我听话的时候就行 我明天我不听话的时候 都是伤害我的武器 这些国家 为什么不愿意入美元 在这儿了 一个是不听话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美国一有经济危机了之后 你就通过升息降息 一放一收 你就收割我 对不对 我被你收割这么多次了 我傻呀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你要明白一点 就是说 这些国家不愿意入美元 有的时候是什么 是被动的 不是主动的 是被你逼的 是你没事 我拿它作为一个武器 不行就捅我一刀 要不就刮我 从我肋骨上 刮肉条 你懂吗 那最后我就是 对不对 你这刀 没事 今天刮坏肉 明天刮坏肉的 我就说你把刀拿一边写行 对不对 然后你说 你怎么意思 你不让刮肉 我就捅你心脏 你懂我意思吗 你就这种感觉 对不对 我今天要让你 从我肋骨上刮坏肉 你就算了 咱就接着过 我要是不让你拿点刀 从我肋骨上挂肉了 你就要捅我 像捅死我 你就要吊死我 那这种东西 是不是 他有时候 你也明白 就是说我们也是没辙 有些国家 他也讲 我们也是没辙 你走到这一步 我没办法 我不得不拒绝你 你懂吗 如果你好好的话 我也不想 大家都有利的事情 做买卖 互相都有利 但不能做 只有你有利 我没有利 对不对 就是什么 杀头的买卖 有人做 赔钱的买卖 没人做 对不对 你没事 你老从肋骨条上 挂 挂肉条 我跟你 对不对 所以呢 好吧 那这些人到这里吧 好吧 谢谢大家